身负血仇 一夜头白的吴子虚逃到吴国 吹枭启于世 但大名鼎鼎的他 很快成为吴国明暗两股势力争夺的对象 楚平王的死讯传到吴国 盟友们举杯为吴子虚庆贺 他却愤然好气 悲叹不能手刃毒夫 复仇心切的吴子虚 亲手策划了专诸赐王辽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于常见名传千古 公子光夺位称王 历史的舞台就此难移 五月春秋的大幕正徐徐升起 好 好 来 还能不能做 比这更好吃一点的 正当吴子虚度日如年的 渴望着复仇的时候 吴楚两国却在边境打起了乱仗 公子光奉命出征 虽然获胜 但受益的却是吴王了 为此吴子虚又多添了急需白发 吴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鱼做得真好啊 真好 这不愧为是这太湖名出啊 好好好 现在专珠已成烹鱼胜手 公子在王寮面前越发得到信任 若再不帮我打回楚国 楚王就要老死了 这 怎么 还是时机未到吗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啊 那天上的飞鸟 你为什么做不到他呢 就因为他有羽翼啊 这吴王寮就是这样 羽翼 慎丰啊 对 请记 燕鱼 竹庸 都是他的羽翼啊 是啊 那请记朝夕相随 燕鱼 竹庸 又手握兵权 一呼百应 如果除掉王寮 必先除掉这三个人 如若不然 就是刺杀王寮成功 我也很难黯然在位 你说是不是啊 公子 公子 吴先生 好消息啊 什么 楚王病死了 什么 楚王死了 他真的死了吗 是 他死了 他死了 来 拿酒来 快 快拿酒来 来来来 祝贺吴先生啊 啊 滚 父亲 哥哥 我为什么在此 待我如此之久啊 我为什么不能亲手血刃毒腹 成猎起身啊 反倒让他死在我攻打出国之前 我为什么让他受刑七年 反倒让我的意向悲愤无法宣泄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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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他怎么样 不吃不睡 已经跪了三天三夜了 子絮 你怎么能三天三夜 不吃不睡呢 我当年被困于江中 岂石于街上 何止三天三夜 那光 暂且告辞 这 这是 这是我为楚王和废无忌准备下的 楚王死了 我只能拿他来冰尸了 怎么 那 你还要 坚持打回楚国去 公子 祝我罚楚的时机该到了吧 先生 是不是又有何计策了 我吴子虚 岂能白过这三天三夜 那就请先生教会 现在楚王已死 新王还有 楚国朝中无良臣 初战无良将 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回去告诉王辽 陈楚国葬礼之际 出兵伐楚 一战 成为霸楚 你自己 会从车上摔下是一足受伤 这样王辽就不会派你出兵了 这个时候 你可以推荐 严渝 竹庸为大将 再推荐庆祭 去联系政卫二国 从王辽身边 除此三亿 你就可以行事了 好 好 好 这争霸激战 必将名垂千古 大王还是派光去打前阵吧 你看看你这脚 哪有瘸子打前阵的呀 你还是跟我守在不苏吧 大王 是 你的意思是 派人到正卫二国去联络 是 大王 这向来是金楚 二国争霸 无国 只能坐 冠胜 如今情况可就不同了 那 晋国衰微 楚国动荡 列国之间是离心离德 大王此时 若派遣王室亲信 去正卫二国做联络 那正卫二国 肯定派兵相从 那大王的霸业 岂不是 一战可得 对啊 那就派我儿 请记 前去 这非堂莫属 先生之计 真是 底水不漏啊 公子可否找到了 风味的匕首 已经废下了 确实是一把好剑 从前 岳王派驻剑名师 欧爷子造剑五把 其中有三把献给了吴国 一约战炉 二约盘饮 另一把 就是这鱼长剑 此剑是削铁如泥啊 先王赐我以后 我一直深藏未用 每到夜晚 此剑 便发出寒光 跃跃于肾 大概 就要想和王聊的血了 王聊自有察觉 何以见到 自王宫门前 突然三步以兵 劫区劫晚 激烈不断 一直排到公子府门前 什么 公子莫慌 哎呀 万千甲兵不如意专注 可专注在哪啊 说到做到 回来的 大王驾到 不 啊不 不 不 母亲 生死之际 儿不敢自作主张 儿的性命 新属父母 后归五公子 待秉公母亲之后 儿方感从命 不必说 不必说了 大王 免礼 谢大王 大王 大王请 大王请 什么 光啊 你的祖伤还没有好啊 大王 常言道 伤筋动骨一百天 我这祖伤啊 还不到一百天呢 这疼起来啊 真是钻心呢 去吧 大丈夫一言九鼎 你可不要误了 五公子的事 知识 的 母亲 再让儿做点孝敬您的事吧 这又是什么呀 啊 这个 啊 这叫秋水洛鹰 秋水洛鹰 哦 确实不错 十分爽口 谢大王夸奖 这么多的礼节干什么呀 你的脚是不是又扭伤了 不妨事 请大王恕罪 光去包扎一下 我去去就来 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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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母亲 准住 准住 母亲 成全了你我 哎呀 先生 走走走 下来点 快走 专主呢 他刚刚出去办点事 现在已经来了 哎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办什么事 他就回家跟老母商量 是否应允 嗯 这早不晚不问 拼命在这时候 啊 啊 专贤弟 老母应允了 他老母 死了 是什么 专贤弟 我一定为老母 胜炼 厚葬 你 好一条大鱼啊 哈哈哈哈 哎 短儿想随你一同到厨房 看看你是怎么做鱼 行吗 不用 我做鱼 只是在油汁上下些功夫 大王坐在西前 等我往鲜鱼 浇上汁 一吃就吃 哈哈 说得对 如果看穿了他的伎俩 凉再吃那就没有什么味道 哦 是啊 是啊 武大夫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大王赐我良田百亩 可是我实在是重过的 只好到太湖去学锤跳 现在我已经是锤钓高手了 这条鱼 这条鱼啊 就是他刚刚钓上来的 是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何不通寡人到堂上一同去尝鱼啊 谢大王 哈哈哈哈 大王 啊 啊 换走 啊 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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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一交上就是太湖明鱼了啊 啊 是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呀 好香啊 大王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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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走 走 走 paths 走 走 Bisum Aktu 寡人实在想借你的才能 使吴国早日当上霸主 只要寡人予以丰满 还愁不能逆江而上吗 可惜的是 楚王已入了黄泉 成了腐臭的皮囊 不能淡其肉 吸其随了 剩下几根白骨 我也要铺射去咬他几口 大王 大王 有个楚国的亡命者 头口是不是要见大王 我的 带上来 大王 不好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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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干了 你可是楚国左眼的儿子薄匹 你是 怎么 白了须发 不认识我了 是吴子虚 子虚兄啊 我父亲死得好惨啊 我现在也是有国难逃 无家可归啊 求你向大王求情 留下叫人 日后 定要报答兄长 快起快起 言重了 薄匹说到日后 有谁料到 日后偌大的吴国 和自胜浩强的吴子虚 竟都断送在他的手里 到底是谁 是谁 akkor 怎么看 从好 我把他逃营了 我要 apostles 再准备了 什么 众请大王准许开炉 慢 什么 炉火异常 不能开炉 丹江 是你说的 今日正午开炉 寡人来了 你又说不能开炉 怎么 是不是 想戏弄寡人呢 小人不敢 切不可让大王扫兴 赶快开炉吧 天道恒常 小人不敢委逆分毫啊 开炉与否 今已天道啊 难道你眼中只有天道 就没有寡人了吗 大王 赶快遵旨开炉 赶快开炉 师父 你到底是听师父的 还是听大王的 朱剑 当然是听师父的 还有谁敢为止 开炉 开炉 师父 卖 莫衣 天底下最容易的事 莫过以遵旨照办了 大王 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父亲 大王没有什么吩咐的了 我们回家了 走 县令十日之内 祝镇国宝剑一双 敢为令者 定仨不设 大王 十日太急促了 寡人求见心切 也是为了你 早日伐储 报仇 报仇 博平 微群在 寡人念你忠心 就替寡人 监造住建 请大王放心 十日内 不住得镇国宝剑 微臣 愿服大行 好 一日不留出铁水 我就处死一名工匠 好 好 你监造宝剑有功 寡人封你为大夫 谢大王 甘江夫妇 按七王公复旨 自然也该有江沙 齐奏大王 如果他们活着 就会有人住出第二队 第三队同样的剑来 到那时候 这对剑 就称不上与世无双 天下无敌了 那好 寡人 赏他夫妇 中红儿子 让他夫妇 还寡人一对人头 秦大王 秦大王放心 秦大王放心 不会有人再住出同样的剑来 墨爷 跳进野炼炉 才住出这慈熊二剑 之后 我又把姑龙宇大王 那这对宝剑 熊的 就叫干疆 这 drankiden 不抄碍 薄皮与我同是从楚国逃出来的受害者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此人竟如此的心狠手动 悔不该当初向大王引荐 你的天下壮士会怎么样了 寡人要的是能够刺杀庆祭的壮士 找到了吗 自开宴以来官民老少高低贵贱 前来比武者甚多 其中有一独演壮士 气势凶猛在壮士会上独占凹头 那因你之见刺杀庆祭 维他莫属了 臣也曾这么以为 那就把他带进宫里 让寡人见见 但是忽然有一天 来了一位其貌不扬的人 当场羞辱了他 羞辱什么 他只说了一句话 既然你称之为天下无敌 怎么会让老虎把一只眼睛给抓瞎了呢 问得好 那就把二人都带进宫里 让寡人见见 别动 这是给你爹留的 你不知道啊 你这孩子 这不听话 怎么能不听话呢 怎么能不听话 这要哭 哭什么哭 你们娘俩哭什么呢 啊 不许 你看 他把给你留的西州 这是 给我留的饭 是啊 去 他就吧 看 今天不吃那野菜猪了 我给你带回什么来 吃 小心 哦 爹爹你先吃 啊 我先吃 那我先吃了啊 还是我先吃 哎 来 拿着 你也吃 不许先请 我还呀 哎 早就吃过 今天 在五大人天下壮食会上 出路锋芒 令满座结晶啊 我要了你 出人投地的日子 就要到了 我 什么叫出路锋芒 啊 爹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以心想出人投地啊 总盼着有一天 展露满腹才华 可是 爹爹命运不济啊 不是 熬到今天 才露出那么一点点来 所以叫 出路锋芒 懂了吗 啊 快 你到后 朵朵 快去 快点 我不去带家 我就带家的 快去 朵朵 我叫你再出来 在五大人天下壮食会上 当不成壮食 想跑到我这儿 讨个美名吗 滚 打仗不可杀 不可辱 我本名震一方 你 却在五大人的宴会上 辱莫我的名声 岂能认秀 那又怎么样 咋呀你 意图我心中的恶志 杀了我 你可就身败名裂了 胡说 你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搏我 却在事后算账 此为一切 你不敢自报家门 却如鼠窃狗偷 趁夜溜门而入 此为二窃 如此胆怯之行 张扬出去 你那壮士的美名何在 就算我有两大怯弱 只要杀了你 看谁还能正硬 你动手啊 看你何言你对五大人 五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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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会了解你 以鲁莽掩盖的胆怯 一遇冰蒙好友 藏在我家屋后 要亲眼看看你这壮士的嘴脸 五大人 五大人快出来 赶快出来 看看这壮士是如何杀我的 这壮士要跑了 不去 别跑啊 我这开门挡着你呢 五大人在哪呢 你不就是五大人吗 我 他竟自杀了 那个羞辱壮汉的人 叫什么名字 耀黎 请他进宫 陈宜把他带来 耀黎觐见大王 耀黎觐见 小妮耀黎叩见大王 你站起来 你出去 寡人让你出去 大王 你 像他这样的人 怎敢进天下壮士会呢 你看看他 你看他 干枯矮小 无端身材 大王 大王可知奇国的燕英 身材矮小 相貌不扬 但却名震四方 天下无不称其为奇才 大王 大王抬头可见 夜空星斗 小如萤火 低头可见 农家石墨 千金难以 然而 星斗万年闪耀 光谱人间 农家石墨 呆板笨重 无人珍重 我要的是壮士 不是要刷嘴皮子的 你看看他 你看看 像他这样的人 怎能敌得过身材魁梦的公子 庆祭呢 大王 要理无耻无勇 却是个蛇身的壮士 你知道 寡人选择壮士 是干什么的吗 你以为 你砍断了自己的手臂 就能骗过他们 那好 我成全你 既然 你敢砍断自己的手臂 那在你走之后 我就杀了你的妻儿 让你绝后 你只有绝后 才能取得庆祭的信任 绝后 和成名 你要哪一个 我 我 我 那要杀了我的妻儿 成全你和吴国吧 他 他 是 是 是 那 leri 听说呀 他的家中还有七十儿子呢 放屁 我说爹爹 我说爹爹 你不是说你去不过关了吗 爹爹 你 你丑的吗 你的丑呢 童儿 你们家人俩说我呀 要一起养养贤和 天下无人不知了 无人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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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痛骂和吕 残暴不仁 还说吴子虚要反叛和吕 准备和公子理应外合 推翻和吕 这就露出了马脚 吴子虚把报仇的希望 全寄托在和驴身上 和驴篡权夺位 谋徒霸业 也离不开吴子虚 这二人怎么会反目成仇呢 断手乃是圈套 此人不过是条 网固徒家海公子的疯狗 和驴用这种小人上阵 足见及穷途末路 你也不看看 我庆祭是何许人 也好 我要带着你杀入和驴城 用你的脑袋 敲开吴王的宫门 我要离 忠狗不容 只可惜 吴子虚也错看了你 忠狗 死到临头 你还能杀王 公子 吴子虚派人送来蜜蜜 何驴失信 人心背离 子虚及国人 违判公子早日 返国主政 吴等侍卫公子内应 吴子虚顿手在外 吴子虚啊 吴子虚 你枉费先进了 看看我要你的脑袋 你就知道了 什么 启禀公子 小人已到国中暗查得知 吴子虚失宠于何驴 在家称病不出 这要离也果然是吴子虚的家臣 何驴不光砍断他的手 听说他越以逃跑 还 想 还把要离的妻子 儿子都杀了 抛在街头暴尸三天 大人 江头到了 请上岸吧 先生不必激动 我会用何驴的头祭祀先王 并且砍下他的四肢 为你的妻儿祭奠 为何如此注视我家公子 公子气都不凡 这乃盖世豪杰呀 兵甲戒备 兵甲戒备 公子等心 谁敢动 让我和他较量 我用一架三口 才换一条命啊 你还花这么大的代价 来刺杀我 不愧是一条汉子 我错看了你 可你不要看错了我 你看清楚了 你刺杀的是什么人 告诉我 你何驴对你无恩 我请记对你无仇 你怎么能丧心病狂 出卖自己妻儿的两朝兴兵 一眼过流胜 人过流明 想不到 想不到我亲戚的打意 请败坏在你这等盲营小丑的烧人 宰了药丽 不 留着他 公子 我平生 从没见过你这等壮士 灭天伦 毁亲情 以妄图虚名为快 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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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不住啊 我祝你 我祝你 成名随愿 要离以妻儿的性命 和一条避网的代价 骗得了庆祭的信证 也为极极无名的市井小民 在帝王将相的舞台 争得了一席之力 这真是一个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的时代 这是我的府邸 是的大人 我是当今的大府 是的大人 你们都是伺候我的人 是的大人 大人 小公子 大人 我们都看着你 在路线 大人 开心 大人 是 大人 往前是进攻 向左是出城 咱们往哪儿走啊 是啊 到哪里去找善战者 善 我吵吵了 大人 你找到什么了 鸡头 我估计不在家 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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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父亲不许任何人动他的检测 好好好 好 好啊 故之胜有五辜 只可以占与不可以占者胜 使重挂之勇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 以愚 但不愚者胜 将能 而 均不欲者胜 此物者 知胜之道也 妙啊 记 只可以占与不可以占者胜 这五条 知胜之道 哪一条最重要的 当然是第五条了 降能 而均不欲者胜 不 第一条最重要 只可以占与不可以占者胜 此乃是战前的深思熟虑呀 不不不不不不不 自古以来 不乏智勇双全的将才呀 但是到头来 大部分被昏晕所致 是那通稀呀 那么 当今吴王和驴 是昏君呢 还是明君呢 在下 孙武 你这兵法写了多少篇了 上中下三卷 共八十八篇 现成大王审阅的是上卷十三篇 这首篇叫做记 只站前于庙堂 做出周密可行的作战计划 有计划 方可百战百升 不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待 知己知彼 哪一个率军出征的 君王将领 会不知道自己的一方呢 争战是双方的事 率军者 又怎能不知道对方呢 这 岂不是 近人皆知的大白话 算什么兵法呢 自古以来 大小征战 无极其数 依大王之剑 何以有胜败之分呢 胜败之分 皆在强弱 譬如说 当年的秦霸西荣 然而 同一个秦霸公 又何以兵败 那是因为秦霸公没有听简书的劝告 简书劝告什么 秦军劳实远征 军力疲惫 这就是不知己 大王说 强弱定胜败 当年其辱长硕之战 其强辱弱 何以辱胜其败呢 那是辱国的曹贵 等待其军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实 以意待劳 这就是知彼 这知己知彼 果能百战不殆 自古以来如此 千古之后 也如此 那 你能用着兵法 当场操练眼镇 让寡人 一睹为快吗 愿为大王效力 那好 待 两队兵士 教育孙武 当场操练 何必用兵士呢 就大王身旁的歌技美女 也能够操练眼镇 大王 孙武只不过是 吉而言之罢了 不 孙武绝无戏言 那好 叫歌技们来 操练 寡人 倒要看个新鲜 今次 鼓声一痛 两队齐齐 鼓声二痛 左队右旋 右队左旋 鼓声三痛 两队听起兵器 做征战之事 鸣金收兵 听清了吗 听清了 孙吴此人不可用 他才学超人 大话也超人 一臣看 他有超人的才学 所以才有超人的言语 听 你二人身为队长 约束不明 身领不信 儿等之队 再练 行 还要 顶向销魂 老汉部 顶向销魂 顶向销魂 靖子 秒事军令 戏弄将令 以军阀论处当展 回到队伍中去 让开 我要到大王身边去 不听命令 不服从约束者 以军法当如何处置 该斩 还不把他拉出共军 是 你 大王 军令不严 军法不整 上访下校 母国毕王 操练眼镇 其事儿戏 孙武定要执行军法 子絮 大王命我操练眼镇 虽三令武申 他们却视为儿戏 这 仅仅是藐视军法 藐视我孙母 不 他们 这更是藐视大王 大王 为了区区奴婢所戏弄 何言以对天下 强国争霸之志 其非笑谈 其非笑谈 看来 我孙武 只有仗见天涯 为后人 为后人 诸书 历说了 大王 三军亦得 一将难求 孙武 先生 用兵整肃 大王是十分钦佩啊 对啊 寡人 是钦佩不已 这两个爱鸡 是大王的心爱之物啊 是啊 寡人 是一日不可离开这两位爱鸡啊 武大人 极力散通 孙武所言 将能 而军不欲者胜 假如 仅仅为了两个女人 就失信于将 自毁军威 这样的君王 不战自败 大王 江山美女 你要哪一个 孙武 在 操练严禁 不可再满 遵旨 执法官何在 下官在 将这两名 藐视军令的队长 拿下 推出 战胜 遵命 删 大王 救命 大王 救命 大王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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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停令 吻鼓声而行 铭筋而收兵 明白吗 是 низ 里面 禪 离 说 廣门 孙武果然不凡 大王 你说在出兵前让我办成三件事 现在我已经办成了 那么法楚的诺言又将如何呢 法令 公元前506年 河驴拜吴子虚为大将 孙武为军师 公子福盖为先锋 率军六万公处 吴子虚运续已久的复仇之火 将给他顾国的君臣拜计 带去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